《春天的嘴是什么样的嘴?小燕子妮男是春天的嘴。春天的妃是什么样的妃?片片蝴蝶是春天的妃。春天的脸是什么样的脸?杏花梨花是春天的脸》。 我小时候那时候在我家乡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本,什么木板的那个千家诗。哎,我想奇怪,我那时候没读书,怎么能看那本千家诗,我记得很深。哎,大概我父亲教我的话,就朗朗上课就念起来。 如果是中毒的话,就是那个东西。就这本千家诗,给我点一把红。 到了九岁,我离开我出生地,然后到了青岛市去,苗梁还大去读小学,十二多岁了。能看到一些文艺作品我就看。 大概是也看到一些无视前后的一些文艺作品。 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没一定报。 那青岛的报纸是,外面有月报栏,是贴在大马路上的墙上的月报栏。 然后用江湖铁。 那我呢? 那时候没有刀片,大个小刀子。 当时晚上,晚上以后它没有东啊,因为那个月报栏也没有东啊,我就开始把那个月报栏那片覆盖,就搞起来。 为什么就喜欢文学? 大概一开始就对文学有这句。 后来读中学的时候,就读从前那些文艺小说了。 就是正东正西,扫北,西亚无益等等等等。 后来读中学的时候,就读了好多文艺小说。 我父亲一本,手抄的一本《古文官职》。 我那时候就看这东西。 学校毕业以后,就确定了,就是要写事。 为什么要解释 我感觉 实际这个东西 也就是 有赤子之心的一种人 也就是他经常有 悲甜蜜的一种人 有的时候 为了悲甜蜜人 为了一些 公平正义的事情 他都会抛头 洒原血 我虽然年龄这么大了以后 再说出来有点膨胀的事情 你今天有这个事情 有什么不去做 我真的 感觉有些世界 世界不偏的事 就下去 OK 我去做 我去冒险 甚至我去死掉 我去做 都懂 是我一面去看一些很多书 看书一边做炸鸡 我来回京门三次 京门的一个图书馆 那个图书馆的书 我全部都看完了 看完以后 因为没什么收获 当年第一次到杰明区 那是民国五十几年 后来来到台湾 我读军院中校毕业以后 决定以后 我就要写诗了 写诗中间 看了很多书 那个中央日报的时候 我刀的是诗啊 你能找五十年左右 复刊啊 一个小方块 用刀片割掉的 不是别人 就是赞下我了 当年碰到我一个好的老师 这个老师叫软囊 这一定是好心啊 真的像个老师 因为我们写诗诗诗诗 他用红笔给我批给 那个进步很大 这蓝星诗诗诗有投稿 后来我就参加了创世纪诗诗 为什么参加创世纪诗诗 因为创世纪诗诗 是一群大兵干的 蓝星诗诗当年 除了教授以后 都是大学的 创世纪诗诗诗 都当兵开的 还有创世纪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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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就是季宣先生 他就登罗子 然后 这首诗登开登寿 另一个诗的大门 又打开了 特尔基斯社 正在有一段怨愿 有一段云远 有一段故事 有一年 我到凤山 不要去受训 因为那种短期训练班 三个月 我根本那时候 就是很迷那个文学 那时候我还偏偏 就看了亚宣一本诗 有一个姓风的一个同学 就来找我 这个姓风的很出名 他叫风中燕 他会拿小的琴 风家很出名 就是中国有一个 最大的声音 叫风又兰 这就是他的祖父 他说 有一个声音叫雅玄 他没想象见到他 我说好啊 他没得要死 那我们去看雅玄 我说好啊 他也好了 我看他们市场大的 雅玄啊 罗夫啊 东东 前面是秦子豪 然后是个季玄 东东 他们当年写诗 写得着的 出诗的 东东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就看他们的诗 就知道现在网上有这个观念 跟你投稿 我绝不搞音话关系 回来以后 就写了一首太阳柱 跟雅玄在一块 我那时候就没有叫一个名字 叫管玄 雅玄就叫一句话 他说台湾已经有两个旋了 你不要再叫旋了 他说一个既旋 一个雅旋 后来我就明了 我这个管管就明了 就是我刚刚提到 金面那个元朗给我起的 所以管管的意思是说 这是你双管旗下吧 又写诗又可以写 上完后写这么多 然后以后还是下着决心 还用管管 然后给雅玄写了一封 很恳切的 就说拜托你 你千万你不要因为 以我友情关系 我说你就是认识 谁说是不好 你照退 我后来就继续写诗 军中就退役了 少要五十岁 规定要退役了 我去看了 我王舅军一部电影 然后王舅军就说要拍戏 王舅军就找我去当编剧 然后就编了一个剧本 就叫六朝怪谈 这就是我开始 他有电影的 因为原来我想编剧 结果六朝怪谈编完以后 编出我的五指尖来 这个电影有三段 第三段的名字叫 静中孩 静着里面小孩 然后里面是一个老和尚 他就看着一个池塘里面 干了以后 池塘里面有婚到青蛙 有婚到蝉处 就死定了 他就发了慈悲心 要出家 要救众生 老和尚年龄大了 这个老和尚 非常不像个慈悲人 很可可 这个剧本我写得上很可可 小气的一大糊涂 有一个专门卖佛像的 他做了一头的佛像去卖 人家很辛苦 他就说你做佛家东西 你可以免费 你没想到人家多苦 后来王继经就说 第三段你要不要你演 我说我不会演 我说你是第一部戏 你又该求一个大角色来演 和制片成本少 他听大角色来花很多钱 他一看我 好像编剧编织三个 一看我这个人 这个不大不小的 好像可以演戏一样的 其实我从前在青岛 该日那个过年入汉船 该日高桥队 很喜欢戏就是了 那到台湾演过一次话剧 秦才大臣 从这些新闻看起习惯演戏 回来我就打用演了 就演那个 就剃着光头 就演那个老和尚 有一次金马奖 王维兴老师 当金马奖的评审 我记得他跟我讲过 他说管管 那六朝冠天 他得得奖 我说没有报我 他说很多人看你演得不错 我说那也没得奖 他有人说 他说管管演得不错 但是他是个诗人 后来他说还一个人讲你 他说岁月演得不错 他说诗言一段 我说这三段根本不一样 后来就这样 就没有人找我编究了 我给菩提良人 去住桃源医院 没有病去住医院 为什么我们希望 想办法调到后方部队 可以上下班 我们可以有时间 可以写动 叫我们去住院 住院后 我们两人真的住出病来 他先进去 我后进去 这我真住了未病 结果那时候我们薪水 根本就不够啊 买牛奶吃 那时候很流行吃牛奶 那个婆记都给我找 他说管管 你要不要写上文 写上文可以赚钱 因为那时候我们写的诗 根本上不了报纸 好那我就开始写上文 那时候就在桃源一个医院了以后 那个医院里有个小小教堂 平常他们也不做礼拜 我到礼拜写上文 我第一篇上文叫秋色 秋天的颜色 非常棒的一篇算文 不是我说棒哦 后来这篇算文被魏志云 被很多人 那时候就专门有一个杂志 解锁出名的文章 给中学生看这么一本杂志 那魏志云先生还专门把我这篇文章拿去 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 南北的朋友要切割挖了 我说你们在这玩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游戏 你死了多少年轻人 到最后结果 古巴老婆姓怎么样 古巴老婆姓没得吃没得穿的 没得住 北韩也是金城呢 还在里面 我这个社会主义怎么样 我共产主义怎么样 北韩全世界最出名的国家 独裁贫穷无所谓一塌糊涂 昨天我还看了一篇文章 胡志明 胡志明当年大约在美国人死了很多人 胡志明那不是死了有多少人哪 胡志明小敬 然后挖地道等等等等 好了 胡志明死了 现在越南还是共产国家 他们现在要改 现在越南是改了 不改的话就完蛋 不改就饿死 这个主义可能不是坏的 但是问题一到了政客手里以后就完蛋 做相关的时候都没有忘记 老百姓就辛勤苦苦 老百姓就是民间爱卧等等等等 所以后来他为了赈灾吧 好像是得罪了他的上军 后来这么还悄悄干脆 我就不做官了 回去了 一般来讲我们科大哥师叔来看 很多人做了官以后 原本家里面有钱 做了官后有钱了 回家就盖楼盖房卖地 那这个钱是拿来的 从前的古事 我喜欢桃源明啊 王伟啊 李贺啊 李商颖啊 李卑啊 多福啊 多多多多很喜欢 习惯词家 李商颖啊 星期几啊 二厘啦 李余啊 我喜欢圆曲 圆曲里面很多大家我非常喜欢 出名的圆曲家 我决定不必那些词忍查 不必那些词的查 也不必那些词查 圆曲最好 他用的白花 那么自由 那么奔放 那么民间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懂 而且非常薄薄 最邪惯的词 有几个 想想看 香芹 罗夫 雅旋 夏宇 还有很多了 很多了 都都觉得不坏了 我这是特别喜欢的几个 就是它有一种味道 我随便喜欢 这鱼头我喜欢吃大蒜 别人不喜欢吃大蒜 这种味道 我喜欢吃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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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香良先生说 他说我是的 我的词里边的所谓风格跟味道 是新的 但是有民间的戏曲的一些颜色 有点到我的东西 就是我在不懂里边还比较能懂的 是民间戏曲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的风格 这位老先生已经过世了 后来 有些蒜文以后就有人讲了 管管风 管管风 那时候很多 现在没有人讲了 现在蒜文也没写了 还有很多很多没写上文了 那没法一看就懂 但是问题就是说 写诗 你里边没有诗的味道 那就不是诗了 那也就是一种普通的善文了 现在很流行 就是大家打开一看 当年他们说是善文分号写 现在就是善文分号写 问题 你里边又没有诗的味道 你想要写诗为赚钱 古往今来没有写诗赚钱和混饭池的 直到现在未知 我说知道 我们台湾的写诗的 只有写诗赚饭池的不可能 都是别人有别的职业 就我说知道 外国的诗人 大部分也是当教授 或者自己有别的职业才去写诗 诗是一种没有用力的 赚一点点小名的 很清高的一种东西 这样也就是说 把诗自然而然的提高 诗这种东西 是一种很高贵的 是一种羊群北雪的 是一种非常魅惠无然的 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 那么诗的面貌 很多我以为诗是最 最洁净真善美的 诗是一种像小孩子一样的 那种充滅的那种纯真的 那种非常没有无然的一种东西 诗可以把人间 目前的东西可以洗干净吗 好像也是 他们说我们就80多岁了都不会写东西了 我目前还在写了 现在好不好不管的了 还在写 但是他们说是很大的一个奇迹 春天的鼻子 春天的嘴是什么样的嘴 小燕子你乃是春天的嘴 春天的飞是什么样的飞 片片蝴蝶是春天的飞 春天的脸是什么样的脸 杏花梨花是春天的脸 春天的手是什么样的手 垂垂杨柳是春天的手 春天的脚是什么样的脚 铺公永旧是春天的脚 春天的眼是什么样的眼 画冰的小河是春天的眼 春天的头是什么样的头 满山渡卷是春天的头 还有鼻子呢 乱爬的蜜蜂是春天的鼻子 乱爬的蜜蜂是春天的鼻子 荷花的河 那里曾经是一湖 一湖的灭土 还是 Info 赞垂杨的蜜蜂是春天的口 明是今天这一湖一湖的灵火 是一次一次的龙方母 很废人 却是一无一无的和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